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非洲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一块充满血腥和动荡的土地 这也是事实 由于发展较为缓慢 更曾经沦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才获得独立和自由 这也导致了非洲的衰落 但非洲其实也是文明的起源之地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世界上的所有族群都是由非洲的一支部落迁徙后形成的 作为文明起源 这里的环境资源其实相当富饶 而随着近些年来的开发 来此地旅游也成为了许多国人的选择之一 而在当地旅游的过程中 就有不少旅游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当地的非洲人对于国内的清凉油极为追捧 甚至愿意用当地的许多珍稀特产来交换 可以说清凉油在这里几乎是一种硬通货 这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经常发生 最后还是一名当地的导游告诉了我们原因 这其实和当地的卫生医疗条件有关 众所周知 非洲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 有时因为缺乏相应物资和隔离条件 许多传染性疾病如疟疾 往往会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由于地处热带 这里的蚊虫数量十分恐怖 而生活在雨林地带的蚊子和国内的蚊子可不尽相同 不仅个头巨大 甚至还常常携带恐怖的病菌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许多蛆虫药剂也还是可以起效的 精凉油的作用远不止如此 除了屈纹外 它还能涂抹在额头缓解中暑和头痛 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良药 因此国内十分廉价的清凉油 才会在这里如此受欢迎 小伙伴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急受外国人追捧的国内产品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